人找不到感染源 德黑兰以南约144公里的库姆是伊朗的盛城 也是当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伊朗自2月19号确诊首宗个案期 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 死亡率约为10% 是全球疫情中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2月24号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尔奇 与政府发言人一同出席记者会期间 没有佩戴口罩 频频用纸巾擦汗 言语间还伴有咳嗽 第二天哈里尔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此后多名高级领导人相继确诊染疫 包括主管妇女和家庭事务的国家副总统 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而伊朗前驻梵蒂冈大使霍斯罗沙西 已死于新冠肺炎 至今伊朗疫情扩散 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疫情也逐渐向周边国家外溢 科威特 巴林 阿富汗 伊拉克和阿曼 相继发现输入性确诊病例 新冠病毒在中东地区的扩散 令全球防疫更加艰难